今天是12月1號禮拜五 那黃老師祝大家週末下去愉快 那今天最後大盤漲了4點 那真的是驚險又驚奇 那這個盤就是搶紅包行情 動作要快 那你可以在旁邊看沒有關係 可是我是個人覺得 你看這個盤 收盤30幾檔股票漲停板 你要不要積極一點 這個你自己要去想 那昨天美股是漲了500多點 520點 但是科技股是跌的 不過也沒差 因為大盤開盤跌個六七十點 然後就直接拉上來 最後尾盤甚至翻紅 所以該擔心的事情 你應該還不用太過於擔心 因為很多人擔心說什麼 漲多了 漲了1400點對不對 所以你要換一個思考邏輯去看這個大盤 如果有些股票 大盤上個月漲了1400點都沒有漲 那麼你要換一個思考邏輯來看這個股票 你像昨天我也寫測標說我買偽創 很多投資朋友就打電話來說 老師我好可憐 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做股票不要說什麼你好可憐 一個願打一個願哀 你認同它的基本面的時候你去買 可能買在高的價格 這不是你的錯啊 就是你的預期啊 預期是錯誤的 那你就修正你的操作的策略這樣就好了 不用一直去抱怨說什麼什麼 之前啊怎麼樣啊我看電視啊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買了 那現在貨闖在那邊你要不要處理嘛 就這麼簡單的問題嘛 你闖了貨要不要處理嘛 要不要散後 你可以選擇不要散後 擺爛 也許哪一天你又解套 可是說如果說你想要做一個處理的話 我昨天有開放給你啊 我說你 你刷QR Code 或是打我們服務電話來找我們 昨天有大概七十幾個而已啊 完成登記 那我們都有另外設一個群組 告訴你說你的偽創要怎麼處理 當然有些人打電話來 他是 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就另外設一個群組 要幫他了 結果他說什麼什麼 他的手機不方便 設LINE啦怎麼樣 你閃得旁邊去 你不要擋著地球轉 你這麼多的顧慮 你就不要不要來找我們 那是你個人的問題 好不好 套牢那不是我害的啊 對不對 我們昨天九十塊 九十一塊二 九十一塊一這邊買 今天也有九十塊三給你買 更低點給你買啊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尾盤翻紅 所以你想不想賺錢有時候 這個免錢幫你 有時候我覺得說 這種東西很吃力不討好就是這樣 要幫你 龜龜毛毛的有啦 雞雞歪歪的一堆啦 然後這邊問東問西的也有 有的就是 啊老師啊我 我是廣達啦 啊怎麼辦啦 啊怎樣怎樣 我就是針對於偽創而已啊 那不然你要怎樣 對不對 我又沒有說什麼什麼 所有人都一定要來找我 是不是這樣說的 那你自己要加油啦 看了懂的人 看了視智的人都賺錢啦 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視智啦 關鍵三報 今天最後掌四點了 那真是有驚無險 那台幣今天做回扁了 你要特別注意 今天會震盪是因為台幣開始回扁 那台股還是高檔震盪啦 你看這大盤 開盤打下去最後拉上來 其實這盤就是這樣而已啊 打下去打不下去又拉上來 跟昨天一樣嘛 昨天最後是MSCI新的全中生效 今天不是今天是 就是給你拉尾盤 就很多人還在看空 所以就給你拉尾盤 那整個大盤你要注意啊 防疫股 防疫股你今天禮拜五啦 你看那個恆大啦 毛寶啦 康納翔 五天五支漲停板 你看一個禮拜漲50%啦 那散裝航運今天有上來了 中航跟我們佈局的正的漲停板 那IC升級股這邊還是很強喔 即使安國公布上個月財報還是賠錢 繼續漲喔 繼續漲喔 那這形成一個多頭的鐵三角 你就看嘛 就是大盤漲的 當然你說台積電最後拉尾盤 聯電也拉尾盤 那也都還好 其實他漲的就不多了 前一個階段當然是漲 台積電聯電這些股票 那現在高檔在震盪整理的時候 就換一些中小型的股票開始漲 那你要留意的還是廣達還是偽創 這兩檔股票沒有動的話 大家都覺得說好像大盤怪怪的 你看像廣達大盤漲的 大盤漲1400點他是往下跌 偽創也是啊 他在低點 我知道你很不甘願啦 但是我跟你講 是誰害你買到160的 我跟你講不是我 不是我 不用把氣出在我們的助理身上 不甘我們的事 你如果希望我們幫你的話 我們有另外社群組 那你說什麼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不肯 不肯就算了 我們沒有收你的錢 不要在那邊complain 在那邊靠腰什麼 我都覺得很奇怪 又沒收你的錢 你在那邊雞雞車車什麼 後來假碰過 去吃冬廟公 很奇怪 有些人真的莫名其妙 那12月份我們今天買的是正德 買了運氣還不錯 直接拉起來 最後鎖3萬張 運氣還不錯啊 那最近的BDI指數漲了蠻多的 那前一波我是比較推薦那個域民 域民也從44塊漲到今天52三塊了 52塊了 那之前我們就說域民先不要 就是改低檔的正德 改換正德 那同心 同心我之前跟你講說 人家買了三個月 終於有人注意我在講什麼了 因為今天漲停板了 你為什麼不這裡買呢 為什麼不跟我一樣這裡買呢 一群人很莫名其妙 老師好像真的要走了 其實他前兩天就已經在突破錢高了 突破錢高做壓回 這個你就要趕快上車了 結果還在懷疑今天90塊 就這樣啊 我有沒有給你改任何一個字 沒有啊 特地能買了三個月 我說你要去注意籌碼 你一定要去看是誰在買 這三個月在這邊盤的過程中誰在買 老師我來不及了 不要再騙別人了 不要再騙人了 投資朋友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這樣是沒有用的 啊 老師我今天才看到你節目 少來這一套 這種人就是不要臉當有趣 你知道嗎 就很不要臉嘛 我有沒有每天講 今天都12月1號了 這11月16號的圖卡 我跟你講有人買三個月了 那你說老師我買了 我看你買了也不用漲啊 那他要整理了好幾天對不對 我看他今天漲停了我才去追 所以啊 七十幾塊你不買嘛 對不對 你就買個90 那到底誰會賺的錢比較多 這要問你啊 不是問我耶 觀眾朋友你評評你啊 有人就是我剛剛講的那種 不要臉當有趣嘛 那我也沒辦法 老師要拉回來給我買啊 你們這股票拉太快了 你要趕快拉回來給我買 為什麼要拉回來給你買 這麼多天你在看節目 你在看假的 所以我說真的 有時候散戶是不值得同情的 老師我跟你講 你沒有買很大 我跟你說啦 你不夠厲害 當然沒有很厲害啊 對不對 你比較厲害 你自己做啊 圍鋼 昨天賣掉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跌下來 買偽創有閃你嗎 有閃嗎 沒有閃 沒有閃你為什麼賺不到錢 老師你買那股票好弱勢喔 這成交量有七萬張 昨天有八萬張 我不是買小型股 我不是每一支給你推薦的小型股 我給你推薦大型股 微剛成交量也很大 動不動成交也是兩三萬張 對不對 一兩萬張常常有 可是呢 你賺得到錢嗎 寫在line裡面給你分享 你賺得到錢嗎 你自己扪心之為 你賺得到錢嗎 都這樣了你還賺不到錢 然後還在幻想說什麼 哎 我跟你講啊 人家有說有經歷課第二 客人說第二啦 懂我意思啊 哎老師你每次都繞台語罵人 你喜歡聽啊 那你聽得懂嗎 你聽到人家在消遣你什麼嗎 等著看喔 大戶買不少了 我希望可以幫你賺50%啦 不知道你的態度是什麼 哎老師我怎麼樣怎麼樣 跟你講啊 看電視都大賺 認識字的都大賺 你不知道認不認識字 這有時候要考驗你 好不好 那我們前面也有服務電話 歡迎你有什麼需要的話 跟我們線上助理做一個聯繫 我們下週一見